你 你有多长时间没来事了 监管部门已经介入 而他们还不知道 我们高兴也冲突 少一个人我们就少一份责任 还是抱住餐厅要紧 你对食物很敏感 你本来就应该是 方山你的最好的接班人 那个 我 你发什么愣了 实在不行的话 要不我们先回去了 今天吃的还可以吧 可以 江总下次再来啊 慢慢走 好 两位是吃饭吗 对 我们是公司 公司团建 我们是公司团建想在这里搞 我们想先试试菜 好的呀 好的呀 那个 有一个请求 我们想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因为我们刚谈恋爱不久 不想被熟人看见 你看他多害羞 晓得的呀 那 两位请 我们是三位 好 来 这边 来 这边 这 这 这 来 这边 那两位稍坐一下 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好 谢谢 你到底想干吗 你这么紧张干吗 没谈过男朋友啊 谁没谈过啊 那个 没谈过的总结 我一个人也听了 上次是谁说的 交过好几个男朋友呢 什么大学学长 什么金融精英 原来是大众脸充胖子 谁大众脸充胖子了 我 我 那都是很有发展前进的 约会对象 说不定就成了呢 约会对象啊 不是男朋友啊 约会对象和男朋友 不就差一点点 老谢啊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没事 坐 林晓妍 这边 我 还在这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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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明白 这件事情光明正大肯定无计 我经常这么看 不不不是不是 我们现在在做哪一种事情 是菜 是菜 是 这种事情当然不能光明正大了 要恢复司法 才能发现他真正的问题 请慢用 这些都是我们山之屋的名菜 口碑很好的 杰宇请慢用 这个肉好像有点柴 味道也太浓了 这个马兰头的食材不够新鲜 这个鸭肉不够酥暖 这个 去腥的那一步 也没有做好 怎么会这样的 都在这了 好 不错吧 好 哥们儿这一定 不用不用说 师傅 这菜到了 你看看 还可以 这上海星质量太差了 退了啊 好嘞 我提拉的菜都端进去 好嘞 好嘞 行 来来来 快点吧 快点 那上海星早 早 怎么回事啊 上海星 阿布 我跟你说 我每次做的菜 知道都不差吧 这次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你跟你说就说说 这个通融通融嘛 哪个四美食都好的呀 有下次一定做好的啊 我跟你说 小张啊 最近客人太少了 你家那菜属食 最近送得有点差 不是 你刚才没听 我是不是都说了 我有偿办法 来 阿布 我跟你说 是吧 我们是老邻居 你 你饭里不认人是吧 我告诉你 我帮你老婆去 以后他来把饭 不给他打折了啊 老大 我老婆说什么事啊 我老婆她脾气不好 你不是不是闹 知道 我怎么那么不知道啊 多上 多上 没问题 我跟你说 你照顾着点 都是老邻居 一定 一定 老婆 老婆 来来来 老婆 赶紧的 赶紧的 你最后一次啊 最后一次 你才找到哪里 我知道 知道 来来 快点 快点 来来来来 山枝屋的问题 真的很严重 是不是无药可救了 也没有那么夸张 之前你说 每个月盈额还是不错的吗 是啊 这个问题就奇怪了 报表上的营业额显示都不错 但其实是个假象 麻痹了所有的人 可是 山珠不是一家金牌餐厅吗 怎么会沦落到关章的地步呢 林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它变得好起来 匿名食材呢 是一种传统 也是最真实的评价方式 其实米其林餐厅采用 就是这种方式 到餐厅里点餐就餐 进行真实的就餐体验 餐饮的服务 不是一个整体的流程 所有的环节 都会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 这里包括味觉 听觉 嗅觉 环境体验 每一个细节 都会发现出这家餐厅的水准 对 其实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 包括旧餐体验都不能令人满意 抱歉 这没什么抱歉的 你就做好实事求是的记录就行 不像某些人 只知道意识得鲁莽冲动 鲁莽冲动 你是在说我吗 不然还能说谁啊 怎么了 不要气馁 咱们总会想出办法的 你就说吧 现在自己后悔了吧 我才不后悔呢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口口声声让让着关张 你以为关张静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只能证明你 能力不够 行行行 你能力够 那你自个儿干 你不要接受我给你的恩惠 不要接受我给你的条件